大家好,这里是佛之源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风水师指点,钱包里放遗物,等于请了财神业,财富直接翻八十倍,一整年横财不断 正所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一个人是否有发财的运势,与一个人的命运密切相关 有些人的财运是天生的,就算买菜途中,买张彩票就能中大奖 你不得不惊叹,生活中处处有风水,想要提高财运的方式有很多 今天给大家介绍,通过正确使用钱包,能让财运翻倍涨 一,钱包里放红包,前面放红包,代表的是大吉大利,财源广进的意思 是一个非常吉祥的寓意,逢年过节,长辈给晚辈压碎钱,是一种吉祥,祈福的象征 无论面额大小,把这些钱放到钱包里,有助招财旺财的寓意,也能有一定的催旺 整体运势的作用,本身也能使钱包,愈发丰满 二,钱包里放股币,钱包里放置一枚股币,能充分发挥财富 以前拒钱的功效,只要将其摆在钱包一角,外出便可拒财 一般来说股钱,多用来提升其他风水事物效力 但其实股钱本身,也具有极大提升财运的效果 因此受到股钱吸引,其他的财富也会被吸食而来 自己的财运自然不会差 因此受到股钱吸引,其他的财富也会被吸食而来 自己的财运自然不会差 三,钱包里放招财吉祥物 要想提升财运通常的方法,是在自己钱包里,放一些吉祥物 如皮修这种招财的配饰,以助自己的旺财运 当然身带吉祥物一定要低调 尤其是在打牌时候,千万别让对手知道 要不对手会从风水的角度,来加以布局 破你的财运 假如你将皮修拿来佩戴 那么也不能让其他人摸 否则财运不进你家门 四,钱包里放育 在风水学中 玉,具有独特的作用 本身玉的功效为曲斜 温厚,存真 放入钱包的玉 会被钱包的风水特征同化 并发挥自身作用 使得个人财运 在受到保护的同时 获得更强劲的开发 尤其对于 独自出门在外做生意的人 将玉放在钱包里 可以起到 意想不到的增财作用 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 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谁家有属兔的人 五六年才遇一次的 财神开财库 一定要接 属兔的笑容 无论开心或者悲伤 属兔的都是一脸笑容 笑容是他们 伪装自己最好的武器 属兔的眼泪 从不轻易让人看见 他的泪 从来只有他知道 只是 谁又知道 在属兔的笑脸背后 埋藏的是深深的悲伤 笑得越开心 伤得越深 谁属兔 五十六年才一次哦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属兔的人 家人 亲戚 恋人 如果有就为他而祈福一下吧 祈福越多 善缘越多 福报越大 请为他们带走这个平安福 这段时间 佛祖大开金库 看到的人都会沾上好福气 年年裁员滚滚 平安健康 诸愿皆成 祈福以后 属兔的人 将会在今年一切顺利 并且走大运三十年 心成则灵 阿弥陀佛 为了属兔的亲友 和自己就相信一次 属兔必幸运 属兔的人啊 一定大富大贵啊 一个人不求大富大贵 只求家人健康 平安 快乐 幸福 春季出生 属兔人的性格 春季出生的兔子 靠的是自己的 聪明才智和人缘 事业呈欣欣向荣之事 但要善于把握机会 机会到来时 千万不要犹豫 即便有一定风险 也要果敢出击 与他人竞争时 要审时夺势 扬长弊短 利用自己的上风曲而胜之 忠告 要加强身体锻炼 否则一事无成 夏季出生属兔人的性格 在夏天出生的兔子 一生没有大的坎坷 多成欣欣向荣之事 比较顺利 这多是由于他的性情平和 气质文雅 多才 人缘好而成就的 除个别人外 一般经济条件比较好 做事的成功率比较高 不乏有杰出者 升任显赫的职位 忠告 在顺境中 不可忘乎所以 秋季出生属兔人的性格 你反应灵敏 手脚勤快 且会看风使舵 与同事朋友能友好相处 人人都喜欢你的性格 在竞争中 又齐高一筹 做事 起步较快 事业较顺利 但也别奢望 有惊人之举 做事 受天时 与人和影响较大 热情维持不了多久 忠告 增强信心与体力 坚持不懈地做下去 冬季出生属兔人的性格 冬天出生的属兔人 机智幽默 同事愿与你共事 由于你无野心 使他们少了一个竞争对手 做事往往谨慎有余 魄力不足 善于察言观色 见机行事 碰到问题绕住走 有时少了许多麻烦 有时则又吃了亏 适合从事贸易工作 但又当不了大老板 忠告 靠自己的努力 一生安逸平安 祝愿属兔的朋友 财神亲自来送福 快来接喜纳福 也请你们替身边 属兔的家人和亲朋好友 送上最热诊的祝愿 好运永相伴 安全极力 有好运 方可福禄双全 有安全 方可圆满高兴 有极力 方可美好长远 纳摩大慈大悲观 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智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 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 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 这七大属相是富贵上等人 生肖龙 属龙的他们坚毅 性子顽强 并且对人制成 从不虚假做作 下周观鹿宫 得文曲 吉星照耀 到时候随着好运到来身边 喜事逐渐增多 一旦爆发就是富贵上等人 容易得到贵人的寿人提拔 同时一部分属龙之人 虽然目前事业繁星所是多 但是通过保持好的心态去面对 随着能力提升 不久的将来 会有超多意外的收获 生肖蛇 属蛇的人下周出纳关 得天魁吉星庇佑 受此好运 有望改变较长一段时间赚钱很累 运势闭塞的现状 到时候吉人添幼 家财暴涨 手中的事情 都能按照计划顺利进行 另外生肖蛇的朋友 早些时候事业多坎坷 但是只要不断去学习 提升自身能力 随着好运加持和能力提升 一旦爆发就是富贵上等人 生肖鸡 生肖鸡之人下周财博工 得福星吉星照耀 凭借好运 有望一感 较长一段时间流年不利 生活难以顺心的情况 到时候整体运势越来越旺 财运旺盛 衣食无忧 另外生肖鸡的朋友 虽然工作不顺心是很多 但是通过坚持伴随住 改变且加以行动 早期积攒的人脉开始发挥 一旦爆发 就是富贵上等人 生肖鸡 出生的扬言的人 虽说正财运势并不是太好 但是却非常有揽财的运势 是也就是偏财运势 生肖鸡的偏财运势特别的好 但是在之前一段时间里 生肖鸡的人受到凶星聚集 福德工因此赚钱的能力有所下降 不但生活越过越不容易 而且在桃花宫中还会出现烂桃花 使得生肖鼠的整体运势都在下降 破财事件也在不断地发生 不过在近期一段时间里 生肖鼠的财博宫中 有农的吉星庇佑 使得生肖鼠的运势开始逆袭 财运和福运开始逆方向增长 事业突发猛进 将来的生活日子越过越好 生肖兔 生肖兔本身就是一个运势特别旺的属相 虽说进入到过年之后 受到太岁的影响 整体运势有所下降 不过在近期一段时间里 生肖兔的运势开始回升 虽然在早期的一段时间里 生肖兔有栽杀浮沉 丧门三颗栽兴入财不公 使得赚钱的能力不断下降 因此生肖兔的繁星是越来越多 生活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如果在近期一段时间里 生肖兔的财博公 终将迎来红运吉星照耀 使得生肖兔好运大涨 财运爆发 财多福多运气好 日子越过越富有 老天爷都得给三分薄面 在未来的一段日子里福禄双至 家财万贯 生肖活在虎年出生的人 他们一生个性张扬 渴望活出最真的自己 他们为人谨小慎微 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大意 而是会考虑到方方面面 他们善于抓住机会 常常能够获得成功 他们天生就有助领导风范 而且为人比较霸道 年轻的时候 总会惹得他人不愉快 所以在事业发展中 总是困难重重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渐渐经验积累下来 所以能够在事业发展中 顺风顺水 后半生最富有 生肖猴 猴年出生的人聪明灵活 细心灵巧 口齿灵力 他们涉猎广泛 博学多文 才华出众 学习能力强 并且善于交际 事业发展普遍顺利 这样的人 无论做什么都很容易 驾轻就熟 如鱼得水 同样也很容易 获得认可和提拔 注定事业有成 潜薄大旺 因此他们能够越活越富有 到了晚年更是子孙孝顺 衣食无忧 难无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尽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闲鱼都能翻身 未来一周钱包骨骨 出门有面子的三大生肖 第一名 生肖兔 属兔的人从不好高无远 他们没有远大的理想和目标 他们觉得那些都是遥不可及的东西 为何不脚踏实地地做好 眼前的事情呢 所以即使别人说什么 他们都一笑而过从不在乎 然后自己就会坚持自己信念 一直做下去 总有一天 他们会用自己的成绩告诉世人 自己努力和能力是多么强大 未来一周属兔的人 会实现眼前的所有目标 华丽转身站在所有人面前 财富也会向他们聚集起来 第二名 生肖龙 属龙的人非常会享福 首先他们从出生起就光环照耀 生活过得很安逸 没有受过苦受过累 他们从小就有很多的财富出身富贵 本身运气就很好 他们只要稍微努力一下 就能得到巨大财富 而别人可能需要花十倍的努力 才能达到属龙人的成绩 如果你身边有属龙的朋友 就好好和他们相处 因为他们好运不仅会传染 还给自己带来无穷无尽的财富 未来一周属龙的人 必会撞上好运 第三名 生肖马 属马的人是财富的相指 飞马踏焰 属马的人永远走在最前头 属马的人大富大贵 生活过得非常富有 属马的人做事情 从不会让大家失望 他们为了改善自己生活 会努力去营造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他们做事情很有目标性 为了达到目标 不惜一切努力拼命完成 最近一周属马的人 有望实现理想目标 过上幸福生活 之前想要买的东西 也会通通实现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尽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友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 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